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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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满身泥泞赶回镇上时 天色一大 连饭都来不及吃一口 只是向领导说了一句 我老婆今天生孩子了 我今晚想回去看看 明天一早再赶回来 一转身 王文贵不禁潸然泪下 对于家庭 这个有着蒸蒸铁骨的汉子心中满怀内疚 扶贫路上危险重重大关线所在的昭通市 是云南省贫困面最大 贫困程度最深 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 昭通市十一的区线中 有十个被列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线 大关线是其中之一 大关线湾沿曲折的山路 大关线海拔 从490米到2785米到处是维自行山谷 在江 上湾多路窄 江河纵横 地质脆弱 它方平发 在这里行路开车 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这样的环境里 扶贫工作不仅艰巨 而且危险重重 经历交通事故后的汽车 6月29日下午16时28分 王文贵和老街村总之书记萧才杰 玉婉镇挂钩工作人员欧阳克斌 在核查查产业及考验产业情况后 返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王文贵同志身负重伤 经是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 不幸遇难 年仅38岁 萧才姐 欧阳克斌 二人目前伤情稳定 事故发生前 同事在玉婉镇职工交流 寻发送了两张王文贵与群众交谈的照片 并留言 主席走访玉托贫库 玉婉镇工作群里王文贵最后的工作照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两张照片竟然成了王文贵最后的照片 这两年 他的时间都去哪里了 王文贵自2016年挂钩大关线老街村脱贫工作后 带领老街村干部职工 和驻村扶贫工作队 深入走访 老街村摸底调查 这不是一份容易的差事 要了解村民的实际困难 王文贵和工作队 经常不分昼劫 走村窜户 倾听村民反映的问题意见 及时提出对策及建议 他的足迹 踏遍全村26个村民小组的每一个角落 王文贵与同事入户调查 为了帮助贫困户脱贫 王文贵想尽办法解决贫困户的住房和道路问题 帮助他们因地制宜 发展半山茶叶种植园 和古地带果树种植园 黄牛养殖经济带河考研种植产业 为了确保产业发展 能够顺利落实 实实在在让村民获益 王文贵带领干部之工 长期往返于村舍道路上 周末召集村民开会 与农户座谈 其中办公成了家常便饭 老银盘村民小组的石顺叶老人 儿子出门二十年没有回家 于是一直独居 家中已停电半个多月 王文贵知道这事 特地上门帮老人把电接通 并动员老人搬到集中安置点居住 王文贵为困难群众接通电线7月5日 王文贵遗体出病 大关县当地的王文贵举行店面仪式 除了亲朋好友 领导同事 现场还有超过30名 他帮扶过的贫困村民 他们一大扫从80公里外赶来送别王文贵 仪式上 几位贫困村民与王文贵家人一同难过落泪 王文贵遗体告别仪式59岁的廖存浦 因一条腿残疾丧失大部分劳动力 生活贫困 他告诉小新 这几天都很难过 今天无论如何 要来送送王文贵 他多次到我家鼓励我说 腿脚不便下不了地 可以养养西家 他也为我带来了一些政策扶持 现在我们家有了养殖 收入也增加了 廖存浦说 感谢他 来源中国新闻社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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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